16人也都主要来自本教的系统 平安是浙江省的温州市 歌副建建南的旁金 这个交界的金 也是有山有水 也是靠海 在温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中流 文化教育方面有一点是 我们见现有1700多年的历史 刚刚我们在教育方面 在前个阶段刚刚有所交流 那么在文化方面我们今天我们带来 有我们的墨团 这个意思是我们国家 我们那边叫国家非语 非语者遗产名诺 国家籍的非语者遗产名诺 是个提现墨 也有布袋这个武器 在我们大陆那边现一集的墨团 全国也就是这么一家墨团 现一集 其他文化方面 我们那个玩剧展 玩小川剧展 小川 你给各位来汇报一下 具体汇报一下 尊敬的李教授 各位专家各位先生女士你们好 刚才我们郑部长已经介绍了我们平衡的文化 我们平衡的文化体验是很深好 建向西晋太开年间一千七百多年 我们平衡现在应该是在 正南 明北 交集处 我们要平邻东海 平邻东海 我们平衡文化这一块呢 现在就是从文化历史上来讲 我们平衡也出了不少人才 尤其是在这个北宋南宋 南北宋期间 我们就平衡县 在那个朝代就出现了文武庄园 接近三十人就一个县 文武庄园 因为那一次建都在寒庄 所以对我们这间文庄的影响比较大 武庄园更多 武庄园就二十四 文庄园也出了三四个 南宋南北宋的期间 那么从历史上面 我们平衡还出了不少的迷人 我们现代的近代的苏不清 苏不清是书学太导 在世界的书学史上有很大的贡献 其实他的一个哥哥叫苏不高 就在台湾 原来是在台湾化学上面的 一个很知名的博士 当时的李登辉 还有好多的我们 当时台湾的领导人给他提词提扁 给他贺寿 我们知道他的老家就在平衡 等交一个政令 当年的我们的还有谢霞顺 是齐瓦 百岁齐瓦 在抗战时期 他在南洋为了抗战 看着他专门和世界各国的民政下起 他专门设了一个棋局 看着旧王棋局 他很有特色 一百岁的起码 还有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平衡文化 我们现在有特色 我们现在一个县人口不多 我们近90万人 但是我们现在拥有两个庄业集团 一个就是我们提县墨 这个墨我们台湾也有 因为我们这一点海湘两岸 这个我们是文化同中同源 我们这边可能有布袋战陶体现 我们现在是综合性的 以体现为主 有布袋又有战陶 战陶是用手的 布袋是用手指的 体现是用线 现在体现发展到 三十二根四十来根线 掌控在下面的傀儡 这个气数呢 我们应该做很好的事 国众办的 这在全国根据我们了解 布袋的体现墨好剧团呢 县级呢 我们不再讲的 就是我们平衡 全国根据我们了解 那么县级以上四一级的 就是福建的全州 福建的全州 我们现在都进入了 国家 微博者文化遗产的迷落 给予传承保护 平衡农使呢 还拥有一个医集团 医集团我们叫小百花医集团 小百花医集团 也建团 1959年建团 我们末团是1919年建团 到现在接近要一百年 快一百年 所以现在他们的两个团 特别是末尔团 这个初红国欧洲 好几个国家 到北京 在我们大陆的各地 进行巡演 所以这是末尔文化方面的一些 那么文化我们的文化产业方面 也做了一些产生 我们平衡的文化产业的特点 主要是 现在在创业方面 主要是文化礼品这位主 礼品啊 我们要像 好多文化礼品的系列的产品 大家可能有所稳 看到什么的 讲章也好 证书也好 和文化有关的那些东西的 大大小小的礼品 我们这里平衡有 我们一个县角有一千多奖 一千多奖 全国上包括 我们上次的 这个2008的奥运会 和今年的广州的亚运会 礼品礼品的一些奖牌 建章 好多是常在我们平衡 包括那礼品礼品的一些 奖章的一些吊弹 盒子 包装盒 这些都是国家标准的 那些 是世界标准的 都在我们平衡 所以我们整个的 这个文化 就是礼品这一块 接近一百个亿的密币的产生 接近一百亿的密币 同时我们那边还有一些 文化方面的 就是在印刷方面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印刷 我们平衡和参兰 现在的印刷 应该是在这间省的印刷方面 主要是在我们温州 温州的印刷 又是集中在参兰的平衡 所以在这一块 比较好 那么至于大的 然后像一些动漫产业 还有其他的创业呢 我们还在产生 我们因为有一个线 它的能力和发展条件 也受到限制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的文化现在的 那体验发展态度很好 尤其是我们两个专业集团 我们很愿意 很希望能够和我们台湾这边 有多多教练 因为这两个系统 特别是貌系 我相信我们台湾同胞也很喜欢 你们的集团如果到我们那边去 大家也很欢迎 所以希望在这方面多多教练 谢谢 谢谢